刚刚杨老师呢 一次性地给我们解决了两大难题 当然这两大难题在解决的背景之下 应该是发烧的38.5度以下 而且是经过医生确诊之后 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发的烧 那接下来我们该解决第三个问题了 就是由肠胃炎引起的发烧怎么办 由肠胃炎引起的发烧 我们有两种症状是非常的明显 一种是呕吐 孩子会吃点东西 啊 全吐了 上吐下气 上吐了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下泄 就是拉肚子拉不停 然后肚子又会很痛 都没劲了 针对他一系列的问题 杨老师你赶快给我们的小朋友解决一下 好吗 我们先请出今天小模特好不好 好 小模特 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杨老师教我们 如何在肠胃炎发烧的情况下进行小儿推拿 首先是有关于呕吐这一状况对吗 对 那么呕吐又分为胃热呕吐和胃寒吐 那么我们在西医那边可能诊断不出来到底是胃热和胃寒 所以说我们先告诉大家穴位 然后我们再具体地讲解一下怎么在家里去分辨这个孩子到底是寒性呕吐还是热性呕吐 那么我们现在讲一个治疗呕吐的一个穴位叫板门穴 这个穴位也是用揉法为主的 板门穴呢就是在这个虎口到腕痕纹中间的一个终点 然后你把你的大拇指放在这个揉的这个穴位上 老师这个是多少时间呀 这个基本上也是在十分钟十五分钟左右的 十分钟 顺时针十分钟逆时针十分钟吗 呃就是一共是十分一共是十分钟 哎呀感觉什么样子 感觉很舒服啊 很舒服啊好可爱